周末一大早 曹师傅就没闲着 忙着清理炉子 免得搬的时候房东说闲话 上暂时帮不上手 到学校附近骑车玩去了 结果碰到一奇怪的探宝人 九岁的男孩子 看到金属探测器这神奇的东西 不知道会联想到多少 稀奇奇怪的存保故事 它 happens find more garbage than you do change I found most of these in the playground over there in the sand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 上在学校的沙地里 发掘自己的神秘宝藏 曹师傅在家里一件件的装起家当 野儿俩一个探寻美好的梦想 不招编辑却乐趣无穷 一个处理琐碎的搬家杂事 平淡无趣 但又必不可少 这就是大人和小孩子的分工不同吧 像自己玩了一会儿 暂时没找到任何宝藏 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骑车回家帮助老爸收拾东西 学校的游乐场又静了下来 曹师傅将所有东西已经分类装好 等一下就会全部运到一个自助师存储仓库里 回国的几个月 东西就全放在那里 父子俩一路上还顺便商量了下搬家后的活动 游户库的吗 我不能光着屁股去游泳吧 买完裤干嘛 游泳哦 我还是要去骑车吗 那你骑车我去游泳好了 就骑车我去游泳 穿我amente人又没有 futur 在江湖大就是 怎么讲呢 比较独立 我觉得挺好 这两个是要带回锅的 两个箱子 为什么放这里面有 我不放这个放哪 虽然下起了小雨 两人兴致不减 去Warmart买泳裤准备游泳 曹师傅买到了泳裤 又找不到了儿子 原来上在玩具区 流连旺 喂 你下次能不能考虑 如果你能考虑你就拿 不能考虑你就上去 你不许行 有钓链 钓链 有钓链 有钓链 请到5 凤链 我找到5 图子大声协议 骂儿 玩具到手 到家里 还兴奋不已的 在网上研究自己 机器人的特性 直到老伴一声召唤 两人开始玩水 然后他这五天飙游了 肚子俩水性都不错 善于别泳 曹师傅还自豪地夸商务 说他的手型比自己的都要好 鸭尔达在这儿悠闲的细水 无忧无虑 不时的还开始一个小比赛 老曹每次都会稍微慢点起动 比上一点领先优势 好多啊 曹师傅说 尚从小就喜欢水 在中国三岁的时候 第一次带他去游泳池 一眼没看好 就自己跳到水里开始扑腾 现在到了加拿大 各种硬件设施更方便了 就经常带他到附近的泳池玩 和其他的爸爸一样 曹师傅不只想让尚 有一个好的学习成绩 也想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开阔的胸怀 所以各种户外活动 从来没有尖断过 闭波荡漾间 夫子俩齐头共进 其乐融融